人类的飞天梦想自古便有 这是探索精神的终极追求 因此我们也想尽了各种办法 例如相传历史上第一个尝试使用自制火箭升空的人 是我国明朝的万户 就是在椅子下加上火药 可惜最后以失败告终了 直到1783年 法国的孟高飞兄弟利用孔明灯的原理 发明出了热气球 飞天的目的终于是达到了 1903年莱特兄弟又发明了飞机 从此飞翔在天际的梦想也变得简单了许多 可是我们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吗 飞出地球探索宇宙 大家好我是妈咪叔 今天我们来唠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历史 1970年的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了 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航天器 一首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 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打开了里程碑式的大门 这一天也是我们的中国航天日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东方红卫星发射升空的时候 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 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的模样了 1970年的7月14号 第一个正式的关于载人航天工程的秘密文件就通过了审批 它将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命名为曙光计划 代号为714工程 可惜后来曙光计划由于资金匮乏等等原因被迫停止了 直到1992年的9月21日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这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端921工程 921工程计划将载人航天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的目标是将航天员通过神舟飞船送入太空 进行天地往返 第二步是要建立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等等这些飞行器 来进行交汇对接航天员的出舱等等训练 第三步则是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长期的天宫号空间站 显然我们现在正处在的是第三步走的阶段 天河号核心舱已经发射成功了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也已经完成了交汇对接 马上要发射的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计划是将三名航天员送到空间站 进行下一步的实验与任务 截止到目前神舟飞船已经发射了11次了 其中有6次是载人的 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将航天员杨立伟送入太空 载轨飞行了14圈 历时了21小时23分钟 我们仅仅用了11年的时间 便实现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目标 而且从这之后神舟飞船已经累计将11名航天员送到了太空 这11位航天勇士值得被我们铭记 他们分别是杨立伟 费俊龙 聂海胜 翟志刚 刘伯明 景海鹏 刘旺 刘洋 张小光 王亚平 陈东 因为你们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培养一名航天员远远要比造一艘火箭贵得多 是的 航天员要经历飞人的训练 比如高速离心机 通过高速的旋转让人承受超重的感觉 正常人只能短暂的承受4-5G的加速度 这已经很厉害了 而航天员则需要在40秒之内承受8倍的重力加速度 据说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在每一个航天员的手里都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用来紧急停止实验的 但是这个按钮20多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人按过 这就是中国航天员的精神 因此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就遵循着一个原则 即一次故障正常飞行 两次故障安全返回 也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负责运送神舟飞船的长征2F火箭 也有针对安全的特殊设计 在长征2F运载火箭的顶端装有陶翼塔 这个陶翼塔高8米 如果说火箭要是在发射之初出现了故障 那陶翼塔就可以单独启动 这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弹射座椅 可以把载人舱抽出来 并且安全的返回落地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舟飞船的样子 神舟飞船整体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 其中返回舱和轨道舱是载人的 航天员在出发和返回的时候都是在返回舱里的 轨道舱是飞船入轨以后航天员所生活的地方 包括载轨的衣食、住行、科学实验等等 而推进舱则是负责推进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飞船不与其他的飞行器进行交汇对接 飞船自己也相当于是一个小规模的空间站 神舟飞船虽然是我国的第一代载人飞船 但是它突破了技术的封锁 它起点很高 因为一般国际上会先采用单人式飞船或者是双人式飞船 而神舟飞船则是直接采用了三舱式飞船 可以同时乘坐两到三名航天员 而前段时间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的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已经开始首飞了 这个飞船主要是用于未来登月的 本次的神舟12号飞船依旧是神舟系列 神舟12号飞船即将发射了 我们的航天员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空间站上开展工作和实验了 想想就很激动 让我们共同来预祝神舟12号飞船取得圆满成功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李永南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